很多电视剧都有观音的戏份,我们也看过很多不同的观音扮相,其中是受到观众喜爱的,当初几十年前的戏游记德观音。 他的扮相虽然没有特别的美,没有特别让人惊艳,但我们也能从他身上感觉到菩萨般的善意。 他的扮相特别逼真,有一次,他还在剧组拍摄室,突然涌入了不少陌生人,询问得知,他们原来是当地的村民,看到他的扮相以为,真的有神灵来到他们的村庄,把他当菩萨一样来参拜。 他只好不停的和村民解释,说起这样是,扮演者左大芬也很无奈,但说起为什么可以扮得这么相似,他表示自己有很深的艺术功底,因此他可以把每个动作把握得很大位。 他还是他们省,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戏剧演员,当时可以出演戏游记也是因为巧合,那个时候他出演另一部剧中的观演,戏游记的导演看到了左大芬的表演。 倒呼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观演,还愿意让他一定要来参加了戏游记的拍摄。 为什么说左大芬和观音特别有缘呢? 我们要从他剧组中几件奇怪的事情说起。 有一次,当其他人在拍摄的时候,天空还跳着小雨,在排到左大芬拍戏的时候,太阳就出来了。 还有,如果再下雪,轮到他拍摄雪就一定不下了。 发生这样的事,不仅他身边的人会感觉很诧异,他也感到奇怪。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? 剧组的,人也说他们没有办法解释。 但在结束拍摄后,左大芬老师开始信仿,还特意在家里供奉了佛像。 看来他和佛缘风很深,才有机会可以扮演观音。 除了观音,他还出演了其他有教育意义的形象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他在园丁之歌中扮演老师,采用自己的方式,耐心的帮助学生克服自身的不足,让学生慢慢的重视自己的学习,变得手机率也很有礼貌。 同时也让其他的老师改变了对学生的固有看法,从而有纠正从前错误的教育方法。 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左大芬,看起来了一点都不像一个七十老人,他看起来精神头特别足,看到他的人,都感觉他特别和善,而看了这么多观音,我们还是最喜欢他的表演。 其他的观音,虽然伴向是观音,但总是没有他的韵味。